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12 十年前的机遇远迁处一段神秘绅世 有谁呢叫我来是干什么呀 也不知道我见我妈是怎么回事啊 我整天待在这 十年后的抉择引出一场悲欢离合 我说能带走吗 她说要进入孩子的医院 一段绅士迁出惊奇暗中暗 被拐姐妹又将各自面临怎样的未来 十年许女路下集热线12即将播出 在那儿 在那儿 一边电话着 她一个人吗 一个人 这个窗边打开 我别别别别开 现在真的是很想抱抱我啊 真的是九年龄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 芽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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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离这个成员被关也已经十年 我们想着在年前能让父母团聚 父女团聚 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愿 2014年年末 网络的一条寻人信息 让成途找回了十三十年的亲戚 其实我当时想的就是 他们能找个三五年就差不多了 我说毕竟就是还有个妹妹 我想他们找我几年就放弃了 没想过他们能一直找我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我 你都没有放弃我 我咋能放弃 然而就在犯罪嫌疑人王立落网后 警方在调查王立家庭成员关系时 户口本身的另一个女孩的信息 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王立之前有两个那个 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而且年龄都比较大 突然有他户籍户底下又多了一个女孩 而且一上户口就是六岁上的户口 所以我们感觉这个小孩也有问题 引起警方注意的女孩叫王慧 18岁 犯罪嫌疑人王立的女儿 王慧说 从成颖2005年被母亲王立拐回家 到2008年被父亲王红利卖掉 他与成颖曾一起生活了三年 因为成颖来的时候 我当时在我奶家 然后王红利就过来跟我说是 给我生了小妹妹 因为我当时以为是特别特别小 刚出生那种小婴儿 然后就跑回去看 然后就跟我一样大 然后我心里当时就挺不高兴的 在王慧看来 当年成颖的到来 分享了她原本一人独占的父爱母爱 所以从心里面并不喜欢这个妹妹 到2007年时 母亲王立就很少在家里住了 她和成颖一直有父亲王红林来照顾 把成颖衣服脱光 一丝不留着脱光 就拿那个调书霸 不是打 把调书霸都打断 然后我还不是跪着她面前 跪着她面前 我就说是爸爸你别打了 然后你下次知道不敢了 她就一脚把我给踢开 直到她打的她心里头 舒服她就过了 王慧说从那时起 她和成颖就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 王红林一有不顺心的事 就去拿姐妹俩人出气 而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 那年王红林以一万元的价格 把成颖卖给了那对河南籍夫妇 她晚上买了一个金卡手机 买了一个摩托 还出去请人家那些人去吃饭 干啥的 然后我当时想着 就不知道咋不见了 她说是要是你姑娘那啥 问起来 你说你到你大爷妈家去了 后来就也知道是被养妹了 王慧说成颖被卖后 闻讯赶回来的王立 要偷偷地把自己系到身边敷衍 我妈不是走着要带我走 她不让走吗 她把我一个人放下来 我妈把东西都带好了 然后我妈把东西拿下去走的时候 然后昏着就跟着下去 然后就在 我们在二楼 那不是刚好下去 那不是有个坡 她就在那打我妈 然后我们都不敢出去看 我奶都不敢出去拉 王慧说 王立最终还是带走了她 从此母女俩相依为命 王立对自己很照顾 可是王慧究竟是不是 王立的亲生女儿呢 警方根据王慧的年龄推算 王慧的出生时间 应该在王洪林与王立的婚姻期间 我们又反过来 又问王洪林 王洪林就说 这妻子也是 这个女孩 这个名字叫王慧 也是03年 她妻子从外面领过来的 陈寅这个事情 王夕这个事情 她本全部说完以后 我们又突然又问她 我说 你还没有交代 你还有事 当时王立说是完了呀 没有了呀 我们说有 王慧是怎么回事 面对警方的讯问 王立只好如实交代了 2003年在陕西省西安市贝林区 拐走女孩王慧一事 至于拐走王慧的原因 王立说 在与王洪林结婚前 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并且为前夫生下了两个儿子 但是由于前夫有手好闲 几年后她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不久 她就认识了一起做小生意的王洪林 人生也是别人介绍的 她不是她家的条件不好 她妈身体不行 条件不好 那些时候 我说是我是二婚 所以她也不嫌弃 就往那儿去结了婚 反正认识 就是一个月去结了婚 虽然与王洪林结婚后 家里经济条件一般 但两人的感情还算不错 不过幸福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 因为王立一直未能生育 他们家人闹 他妹子闹 他妈闹 他奶奶也闹 亲亲的人也看不起我 我就多了心 然后说是我一天吃得吸的 哪个瓦都不会生 一点血都没有点 要是干啥的 我都吸了 王立说为了挽救四季的婚姻 2003年 2005年 她分别将六岁的王慧 和六岁的成瘾拐回了家 当时我们把王立勋婚完以后 她说这个小女孩现在落船 然后我们专案民进又赶到落船 当时因为这个小女孩我们不能确定身份 只说是被拐的 但是具体从哪拐的我们不确定 随后警方以了解成瘾一案案情为由 把王慧从落船带回了西岸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王慧的到来引发了更大的风波 各位好 这里是热线十二 我是圆圆 在昨天的节目里 我们见证了成福夫妇 历经十年找回自己被拐女儿的故事 那么就在这个人贩王立被控制以后 在他的家里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女孩 这就是王慧 原来她也是被拐来的 那王慧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我们接着来看王慧的故事 回到西岸后 警方第一时间采集了王慧的血压 进行了DNA比对 她就说 那叫我来是干什么呀 也不知道我见我妈是怎么回事 我整天待在这 可能就大概都跟我说了一下 可能说是 我可能也不是王慧的亲生的 但是我心里就没想到 我就心里他跟我说 我说不是亲生的 然后我就笑了两下 然后就没想 我就没想到我说自己 他跟我说的话 我就感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那种 他自己心里其实已经猜到了 让他来 而且给他采血了 他应该知道采血是什么原因 2009年 中国警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DNA打拐信息库 目前通过血型比对 已经为3000多名失踪被拐儿童 成功找到了亲生父母 进行比对 当时也是心情比较紧张的 如果受害人没有报案 如果孩子在这个DNA库里面 没有比对出来 这个比对结果经过一个礼拜才出来 警方担心 如果王慧亲生父母的DNA信息 没有采集录入信息库 那么帮助王慧找亲生父母 会变得难上加难 但是对于王慧本人而言 此时他并没有表示出 将要找回亲生父母的意愿 当时跟我说话 我这么把这当回事 你知道 一个女人她能干啥 能说啥 犯啥法 文文静静的 又老实 啥又不弄 她咋回着 又没啥坏心 怎么会把亚娃爆料 在王慧看来 她根本就不相信 母亲王力会拐别人家的孩子 这时看守所里的母亲王力怎么样了 才是她最关心的事 怎么被逮了咋的 我说她肯定在里面过得又不好 我又给我大姨打 又给我大哥打 家里不是我都知道 那几天电话也不停 然后就心里头挺乱的 然后就是这家被抓了 可咋办啊 也都想办法弄钱 所以怎么不怎么把这弄出来 就在王慧DNA信息采集后的第三天 王慧与大哥的一次交流 却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刚刚跟我大哥在一块聊聊聊天 心里可能还舒服多 他一说那样子 我就心里头就又不高兴 就哭了 然后赶紧往回跑 跑回去 然后我就在网上搜 就给搜出来 然后心里头真的挺难受的 成竹找到女儿成颖 王丽就是当年的人贩子的消息 很快被媒体广泛报道 看到一起生活了 三年的妹妹成颖的身世 被媒体证实后 王慧开始相信民情所说的 那些关于自己 不是王丽亲生女儿的事 犯罪贤人口供已经表明了 他前面这个女儿 也就是王慧 不是他亲生的 被拐来的可能性很大 当时就让我们几个女民警 要提前就告诉 就是大概潜移默化的影响 他就让他知道 大概有这么一个事情 不要当时太突然 这个结果让他一下难以接受 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世 王慧也不是没有怀疑过 因为2005年 成颖的到来 就曾唤起他一些模糊的记忆 成颖出现 他就跟我说是 他不是他 就是不是这样的亲生的 然后我自己就呼一下 就被想起了 我说是我走的时候 好像也是这样子被抱的 怎么怎么的 但是我奶那个时候还说是 我跟成颖不是亲生的 我妈回来我就问她 然后她就说一句来 就随便说 然后就说是 我怎么不能是你亲生妈 你奶这样的 意思就是挑拨离架 王慧的回答并没有消除 王慧的怀疑 相反 与成颖一起生活的三年期间 王慧对于自己被拐的记忆感觉 越来越真实 我当时那个时候上药丸 然后刚好在家里 我爸说要写字 然后我就在那里挖 他就说是那 说是预言员在哪 那个时候预言离我们可见嘛 然后我就往里 我说他在前面 然后往右拐 然后就到 然后他说他不知道 我就把他领上去 他就把我抱着走了 不过当时年仅十岁的王慧 还是不敢确定 自己的回忆是否是真实的 最终他再也没有开口询问王力 关于自己的身世 然后他对我过来也挺好的 就是什么呀 吃喝啊啥 上学啊 他都一直想办法 我放学啊 他就在门口等我 水啊啥 都弄好感 他都对我确实挺好的 就心里想怀疑 说是 最后不是我亲妈 他怎么能对我这么好 我说一个后妈 就是 都没想对我 然后感觉 就说 要不是我亲妈的话 我问了 肯定会伤人家心 慢慢把心里对于疑惑 然后最后想就没问 然后就一直生活在一块 网上报道中还提到 在回到西营后 成竹借钱给女儿成瘾 办了一个欢迎会 不过一个迟来的生意 当看到这些消息时 王慧突然沉默了许久 挺羡慕的 羡慕有啥用啊 羡慕那就那么生活 而且人家说过生日 我都不知道我生日是多少 我跟陈寅生活了三年 我俩从来都不问生日 我说你是几月的 我是几月的 从来都不问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生日是多少 因为她很年轻 而且接受这个也很快 这个过程也挺快的 她的性格是一个很开朗活泼的孩子 感觉蛮健康的一个挺阳光的一个女孩 所以很快她调整过来 然后她就变得很期待 看到本来对寻找亲生父母 并不在乎的王慧突然上起心来 警方也希望能在农历新年前 为王慧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就是她说的这个拐孩子的这个地方 相似的这个村子的高新的三个派出所 和燕塔的三个派出所 我们进行摸牌 都没有发现这个 有相似的报案记录 在对报案记录查询无果后 王慧寻找亲生父母的所有希望 都落在五天后的比对结果上 她就过去上条件包 包车走的时候还在车上哭 又哭又闹 然后她说下车给我买水果 然后我听说不要 然后就哭哭 然后我不是 哭了哭了睡着 睡着然后在房子里面 然后我盖个蓝被子 然后 他撑下然后起来 又是房子 他烟雾露的 然后他去看着我 然后我也去看着他 王慧对自己被拐的记忆 越来越清晰 可脑海中 却怎么也没有 关于父母的回忆 不过好在DNA信息 比对的结果 马上就要出来了 王慧和陪伴他的民警 开始变得紧张而期待 DNA信息比对结果出来了 警方找到了疑似王慧 亲生父母的信息 当时采集的鉴定 他刚才是我咋说的 叫我过去一下 看你不是 他不是你有个娃丢了 我说是的 那时候都抱着一点希望 我说过去过去 李嘉阳42岁 重新任 这天有民警打电话告诉他 他失散多年的女儿 可能找到了 但需要再做进一步的信息确认 将在一天后有确认结果 还敢有点扳心扳理的 我说反正 不管他咋回事 我先过去看看 看究竟是啥情况 我就看不是 讲科大对 我说能让我看看 偷偷地看看孩子 行不 他说不行 男朋友跟他说 我说就偷偷地看一眼 我也不去见面 我偷偷地看一眼 他都不让我去见 当时为啥要偷偷地看一眼 想呗 看有没有呢 是不是 男朋友是 像不像 孩子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印记 或者是能够帮助你去辨认的方式吗 小的时候就是两个小九五 我一小的时候两个九五圆圆的 就是右肩膀上有两颗胎 有两颗胎 李嘉阳2003年从老家重庆来到西安做生意 童年六岁的女儿李燕燕失踪 女儿被拐后 李嘉阳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女儿 但始终没有女儿的消息 那一天是洋里的12月20号 这龙里面是冬月22 那既得真正的 那是一地一地 那是忘不掉的 那天我也是在做面条 他说跟我同学们出去玩 一会儿都回来 平时还回家都 平时会出去玩的 去买孩子都回来 都在那家 到了四点多钟走 五点多钟 一个多小时 可能完美回来 才发现找娃娃 娃死了才知道 才是娃丢了 而李燕燕的亲生母亲 在女儿丢失后 一直非常自责 每日昏昏沉沉 一次意外 更是导致三根手指 搅在压面机里 那些人走到国内 看到人家那时候 有阿玛走 哈地瓦楼 哈地瓦楼 能够看到他说起 心里不好受 人家有小孩叫爸爸妈妈 叫我们没有 我还叫爸爸妈妈 心里来生 和我没见到 是没见到 是肯定要想 肯定要想 这往是咋回事 还是有点想他们 像他也走那么多年数 随时随时随时 都得想 尽管2013年 李嘉阳的妻子 又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但短暂的喜悦 并不能消减李嘉阳 对女儿的思念 反而加重了他内心 对于女儿走失的自责 与愧疚 一天看到不黑 一晚上老是看到不亮 一天坐一会儿 又躺一会儿 躺一会儿起来 又坐一会儿 反正不见这个晚上有多长 就是那么那么熬过来的 从2003年李燕燕丢失后 李嘉阳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西安 因为害怕面对亲人 怕12年间 就再也没有回过重庆老家 这家重庆面条店 在西安一开 就是12年 我一直转到西安的 我恐怕那一天 有一个啥消息 我第一时间我都感觉到 所以我一直 我妹妹 他们在那边 赚钱比这边赚得多 比这边好赚钱 我都没跑 王慧也同样在第一时间 得知了自己父母 可能找到的消息 人家说我爸是重庆 我想我说是完蛋了 我说我爸是重庆 然后我妈也是重庆 他们说话 我说听不懂咋弄 你说这又没啥个翻译 我说咋弄说话 我又听不懂 你看多尴尬 你接受父母找到 然后明天你就要见面 然后下午让赫拉队长来 就跟我说呢 说是你跟你妈 还长得挺像 说是你爸你妈也来了 说你明天早早早来 然后去接受个采访 啥的接受啥都有 这么一说 我一晚上我一感觉 我睡不着 我就心里都特别紧张 2015年1月29日 一则电话彻底改变了 李嘉阳一家人的生活 电话是联湖区公安局民警打来的 民警告诉他 王辉就是他们的女儿 李燕燕 扣他都要说 到时候了 你自然能见得着 我说能带走吗 他说要经过孩子的医院 我说孩子愿意跟你走 我们是没有啥 不让你跟你走 就道理 他愿意跟你走 马上你可以 一见面都可以跟他走 这样我亲生父母 我也挺亲生 我就在想 我亲生父母长啥样 我说是心里还想着 他家里还有啥人 可能有没有弟弟妹妹 找到我 第二天早上去的时候 早早就去 然后跑到宿舍底下就等 然后他们说开始了 开始了 我走上去 我走到楼去 我把刘姐一找 我说我点紧张 然后退路到发热 他把我一站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下 我说其他都是记者 然后再一个穿上蝙蝠 我看我爸也穿上蝙蝠 我说这肯定就是我爸 因为我这么大 我就不好意思 其实这样我亲抱 我还不好意思 说叫一声 叫一声我爸 因为 虽然说 肯定这个人肯定是我爸 那时候我还跑一跳 他就问我说 你愿意跟爸回去 我说 其实关于是继续留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 还是跟随亲生父母回家 在王慧得知亲生父母已经找到的那刻起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 然后我想的是 不管选择谁 心里都纠结 你说我这亲生父母十几年 本来组丢了 你说伤心伤心 肯定没有以前那么伤心 这下事情就知道了 知道了 然后就是找到了 找到 我说我不回去 他说会更伤心 你说 我就说我想到我亲生父母 跟我姚父姚母说什么 我说我想到我亲生父母 他们可以说也很伤心吗 最终王慧也就是李燕燕 决定跟随亲生父母回家 2015年春节 李嘉阳带着女儿李燕燕 12年后 再次回到了重庆老家过年 好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嘉宾 他们是江志强律师 你好 还有我们的特医评论员 宗春山老师 欢迎二位 那观众朋友呢 也可以拿手机扫描一下 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的官方微博 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 我们说王力 当初呢 是因为没有生育 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 他不惜去拐别人家的孩子 而且他的丈夫呢 还曾经为了换钱 卖掉其中的一个孩子 先问江律师 他们俩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 这两口都得承担法律责任 我们先说这个王力 他呢 拐骗了两个孩子 然后呢 有一个被他丈夫卖掉了 那么一个呢 追究他拐骗儿童的责任 另外一个呢 拐骗是这个拐卖其中的一个环节 所以要追究他拐卖儿童的责任 那么他这个后来这个丈夫 王洪林 把这个成竹给卖了 那么会追究他拐卖儿童罪的刑事责任 我们看到这个李嘉阳 就是李燕燕的父亲 他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成竹不同 成竹孩子丢了事 开车满世界去找 去了好多好多城市 然后这个李嘉阳呢 他就是在原地苦守 那个面条店一开就是12年 他就不敢挪地儿啊 就怕女儿回来 找不着回家的路 呃 宗老师 您理解这种执着吗 嗯 理解 他守着是一种黑暗 嗯 是一种心理的废墟 嗯 但是呢 他还守着希望 嗯 希望有一天孩子能够推门进来 嗯 这很像电影唐山大地震里面 那个母乡 对对对 明明这个地方已经拆迁了 但他就是不走 他心里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但是他还是希望有一天 那个女儿能够回来 嗯 所以他是很矛盾 很纠结的心情 另外呢 我们中国有句文化 有个老话叫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嗯 他把孩子丢了 他无言见江东父老 他没办法回去 根都没了 所以他只好哭 我的手 嗯 所以你看昨天到今天 我们说的这两个女孩 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都是得益于这个DNA的打拐信息库 江律师 你觉得这个信息库 它存在的意义如何 主要是做这个亲子关系的鉴定 嗯 你看我们像在这个拐卖里面 要确定一般的时候 孩子是很小的时候被卖掉 嗯 那么被拐走之后呢 孩子是逐渐发生变化 可能我们从他的这个外面的长相 包括他性格脾气 很难能探断说 他到底是不是他的孩子 有的时候父母说我靠这种感应 我们有这种感觉 但是是不科学的 嗯 但是呢 人的这个基因是不变的 所以通过DNA呢 是很快就能把亲子关系确定下来 嗯 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 有很多其他的案件 比如婚姻案件 你说这孩子不是我的 嗯 那我们要做一个DNA鉴定 是还是不是 这时候可能会退出父母关系中有没有过错方的问题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呃 对于亲子的关系的鉴定是非常好处的 对于找到孩子有好处 嗯 对于打管也是有帮助 嗯 而且双方把这个信息存进去以后 这样就非常好找 对 它不像大海捞针 对 所以现在有的地方呢 就是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就把他的DNA信息呢 就入库 防止这个东西 从源头上防止 嗯 所以我们看像昨天说到的这个成颖一样哈 那李燕燕也要回到自己阔别十几年的家 要知道这个李燕燕呢 他没有经过过转卖 他从小呢 就在这个人贩子王立家长大 而且跟王立的关系呢 还感情非常深厚 那这样他要开始新的生活 可能难度就更大了 能顺利吗 我们接着来看 离开自己的家十二年后 李燕燕终于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 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 李燕燕并不习惯这原本属于她的生活 李嘉阳想让一直打工的女儿李燕燕 继续去学校上学 但却遭到了李燕燕的拒绝 这是回家后妇女之间发生的第一次争执 然后去打工的时候 看人家那些学生娃 就是就见那些就躲 你知道我就特别害怕 一见那些学生娃来吃饭 然后就可羡慕那些学生了 我说这上学多好啊 这样闹子的 最后我跑了三年野了 然后就 所以说回家上学 我就没人打算 李燕燕到底是继续上学 还是出去工作 妇女俩一直争论不下 最终父亲李嘉阳 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让女儿先学理发 再去上学 反正现在学美发 可能就是好好学着 我爸一直让我学了之后 然后在她学校 就是听听理论干啥的 然后学完之后 再学上一年 就是进修嘛 时候要学 结枉学好 父女俩甚至商量好了 以后有李嘉阳出钱 帮李燕燕开个理发店 但让李嘉阳没有想到的是 在女儿上学问题上 做出让步后 父女之间的矛盾 远远没有解决 女儿的心似乎还牵挂着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王力 她每到十二十五号都要去看她 能不通吗 我没有见过人 他们都是写纸条 把自己的心里放 写到纸条上面 递进去 我就爬那里看了 他爬那里写 我看了一下 他 他都不让我看 那时候刚回来 我跟那个老乡人抬杠美 而李燕燕的母亲 更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在亲生女儿回家后 母女俩的交流并不是很多 李燕燕也很少 主动和妈妈说话 人家都说是 女儿都喜欢娘妈 就是我一下跟我一样 那养母在会 我就喜欢娘妈 就不喜欢养 但是我妈那样 就是没啥话 然后我这边没啥话 我就不知道开始说啥 然而就在李燕燕 回到洛川不久 她就生病了 在父亲的再三要求下 她和男朋友一起 回到西安检查身体 我本来还说 不想让我爸知道 可能知道就担心 然后他说 你给你爸打一下 然后都得给你爸说 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说我爸说让我下来 虽然不是大病 但这样的插曲 就让李嘉阳 做出了一个 让人出乎意料的决定 女儿检查完身体的当天下午 她就把在西安 经营了12年的 重庆面条店 转租了出去 因为原来的时候 女子没找见了 反正是哪里有什么信息 我这一会儿都可以感觉到 现在是想着 女子再拿一票 最好是挨住她们近一点 李嘉阳说 其实做出这样的决定 并不是一时冲动 女儿一个人在外漂泊 她不放心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女儿真正能够回归家庭 感受父爱与母爱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昨天说的成颖 她是对她过往的那些经历 她连想都不愿意想 她不愿意再回顾 但是今天说的李燕燕 她还希望跟她的养父母 保持着一种联系 所以宗老师您能分析一下 李燕燕对于她现在的两个家 她情感的那种纠结和矛盾 我们刚才看这个画面的时候 这个王丽 对王丽 叫王燕 王丽拐贫俩孩子的那个 这个女孩一口一口我妈 就是把她拐卖她那个王丽 王慧管王丽叫妈 管妈 我们听了以后都替她亲生母 感觉到不行 但是这说明一个问题 这么长时间的生活 她的确已经认同了 这个所谓的养母 所以我想面对这样的一群孩子 真的回到我们亲生父母身边的时候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 她要两个家庭当中 她是有情感的 另外对一个所谓的亲生父母 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说呢 她是二死拐卖 她又经历一次大的情感的地震 她怎么来面对呢 因此我们觉得 我们对应对这样的孩子 应该更多尊重她的感受 比如说我们允许她对原来的父母 不管她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 和道理上责任 但是承担她的情感 还有一个呢 我们甚至可能对她的教育和抚养 还多多少 还要请教一下 原来的养父母 就是这孩子什么样的性格呀 什么样一个生活习惯呀 所以这对亲生母也很纠结 因为她买的我的孩子 我还在跟她请教 但是我想一切都是以孩子 这个出发点为前提 因为毕竟她已经18岁了 很多东西已经形成了 她和前面那个成影 有一很大的不同 性格的不同 经历的不同 她所这样的一个时间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对她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亲生父母 首先要理解 其次不能着急 要给孩子一个过程 是这样的 我们就想这样的悲剧 千万不要再发生了 怎么能够避免 就以前我听说 比如说人丢了 你去报警的时候 有24小时立案 这一说是吧 对 它是这样 我们以前经常说 这个人失踪了 失踪了之后 说你失踪 说人刚丢了 你去报警 人家不给你立案 为什么呢 我们也不是说 这个是理解错误 是成人的失踪 要24小时之后 才作为案件 立案处理 不包括孩子 对 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相关的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等等 他联合出他的一个规定 其实就是打击 这个拐骗儿童 他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形 说如果这个 不满14周岁的儿童 这是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呢 满14周岁的儿童 然后呢 小于18周岁的少女 这两种情形丢的 不管你这个公安 是不是你管辖 那么随报警 要随连 那么这就是说 孩子我丢了 是我马上就可以连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突破 所以这点 我们反过来说 像我们昨天所说的 这个成颖丢失了 成颖说 回忆说我在六岁的时候 我那天我到了延安了 到延安的时候呢 我还找了一个机会 我去报警 结果警察不相信我 就没力上 实际上我觉得 现在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说 这个时候 如果警察多一些警惕的话 包括像我们今天 所说这个王会 六岁的时候上户口 它是不正常的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现在的要求都是说 孩子出生一个月之内 你要凭着双方父母的 这个户口本 身份证 结婚证 孩子的医学出生证明 到父亲或是母亲 一方去登记 去登记户口 那为什么这个孩子 六岁才登记 他有很多不正常的迹象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可能要敏感一点 但是有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情形说 民不举官不揪 你也没有说 我这是一个刑事案件 也不是一个拐骗 所以我可能就没有 作为一个这种案件来处理 江理事 你怎么看这个王立 当初就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 去拐别人的孩子 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 我是觉得很不明智 我不是说我们现在事后 诸葛亮说 你反过来说 王立的行为是错的 你想他本身有两个儿子 他两个儿子已经很大了 他跟王红林后来结合 后来结合 可能王红林也很在意这个孩子 那好 你在意孩子 咱俩没生孩子 所以我就去把这个孩子去拐 两年 03年05年 相继把这个成岩和王辉 都拐到自己家里 然后呢 一个被这个王红林给卖了 一个他留下来养 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 说我有孩子就可以这个挽救婚姻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一个社会线上看 我们有多少家庭 或者是我们在离婚的 这个比率非常高的今天 有多少家庭 都是因为已经有了孩子 不是因为孩子 是有了孩子也离婚了 事实上 他想错了 总老师这样 说来说去 孩子的安全还是父母责任最大 您觉得应该怎么样 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其实家庭监护 不要让孩子 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 另外呢 很多老人带 也是要对他做一些必要的训练 比如说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教会的 要认识家里的环境 住位的环境 六旬老妇晚年相亲 却只为一副金手镯 他想发现 你给我买个手镯 糊里糊涂 人才两空 多名老汉陷入尴尬境地 老妇被指骗婚 是真是假 一副金手镯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